你還是不喜歡大提琴嗎 還是不喜歡 所以你剛剛有刻意的是 用不喜歡的情緒去拉它嗎 對 真的 我不想學是可以啊 現在琴就丟掉吧 沒有了 你會丟心的嗎 有點點 大提琴 大提琴的音都會比較低沉 所以就會感覺 所以說鼓應該一打起來 就是會有很強的動物 對… 大提琴真的可以拉出 很輕快的感覺 對 好 歡迎 Ready 我是不懂啦 但是它的音還有那個 有一些聽起來是 他們是正常的嗎 我跟你說 有沒有專家在現場啊 沒有 在家裡也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是可以表演的嗎 這一段 OK啦… 是什麼意思 他表演完了 對 很有勇氣 但是我是說 畢竟還是有很多人在看電視 或者是看網路 沒有可能會一頭霧水講說 這個表演是什麼意思 已經彈到這個程度 你還是不喜歡大提琴嗎 還是不喜歡 所以你剛剛有刻意的是 用不喜歡的情緒去拉它嗎 對 真的 因為我們很強烈的感受到 就是你拉得很不情願對不對 然後一直的美了 然後又 對 所以你是用情緒表現出 你對它的不滿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你覺得練大提琴 最辛苦的地方是什麼 最不開心的地方是什麼 練習 練習 就是練習要可能是拉音階 這麼無聊的事對不對 對 你要不要拉一下音階給我們聽 真的滿無聊的 而且要把 叫人家拉 要做人家無聊 可是要 可是要把它拉到準對不對 要練到準才行啊 就 你如果拉到準的話 可能就會拉出那個樂趣來 我想要幫她講一下話 因為之前其實是 我想要學大提琴 然後我就跟著她一起學 然後呢 我就每次聽她拉 像小朋友其實 我覺得要拉音準跟拍子 其實是非常 學樂非常難 因為你一點點位置跑掉 跟手的用力的 都不一樣就會跑掉 然後我以前就是為了 為了跟她練琴 我們母女關係非常不好 因為我就覺得說 都走音了 你聽不出來嗎 然後她就說我聽不出來 沒有關係 然後或是拍子對不上 我也會很生氣 然後直到就是我自己拉 發現超難 然後我就現在很尊重她 就是她拉怎麼樣 我就是覺得 棒 然後因為我就是覺得太難 我自己也沒學了 所以反而是她還持續 所以剛剛確實是有幾個音 是不在那裡 對 因為那真的 我覺得蠻難的 可是我覺得你剛才講那段話 應該會惹毛很多人 很多媽媽很喜歡說 我想說就是很想要 變成什麼樣的人 可是我當時沒有錢做不到 所以我一定要讓我的孩子 完成我的夢想 沒有 她如果不想學是可以 她不想學 現在情就丟掉吧 沒有啦 不行啦 不行啦 你這樣慢走啊 不行啦 不行啦 不要學了 不要學了 妳還認真地想一下 妳要不要繼續學 要 要啊 OK 那她自己說的 好 那先留下 好